為什麼我明明是一個公共安全 我要把你講成 是防疫造成的 因為我故意要給你這個消息 所有的群眾運動 我的經驗裡 在一箱子之間 會出現一些 很有秩序的 很有場面的安排 那絕對不是自發性的 不要把自己站在這一頭 就以為自己 取得了原理的正當性 歡迎收看今天的互來座談 今天是誰來座談呢 今天是我們的李盛峰老師 來跟大家談一談 來,綠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我們來談一個 最近很夯的議題 就是現在被稱為 對於防控的一個反彈 在這個中國大陸蔓延當中 那台灣的媒體普遍用為 叫做所謂的白紙革命 那當然有些人說 不能稱之為革命 稱為白紙運動 那有人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 對於防控太嚴格的一個反彈 社會的一個現象 不過我們要細說從頭 那還來跟老師好好請教一下 最先開始呢 大家是把它指向了 新疆烏魯木齊的高樓火災 那當時導致了10個人死亡 那很多的網友網民 這中國大陸的網友 一般稱網民 就提出了質疑 說這個是防疫措施導致的 一個人員沒辦法 即使逃出的傷亡 那當然這個網路上的討論 跟質疑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用一些討論 比如說這個很有名的胡錫進 他就提到說 前環球時報總編 他就在他微博說 防疫防控是否阻礙了救援 這個需要官方做出 所謂的調查跟鑑定 但是烏魯木齊這樣超長時間的防控 顯然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已經放了好幾個月了 超過了人們身心 所能夠承受的限度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公眾自然會把在這座城市裡 所發生的不好事情 在防控上的關聯 無論他們實際的關係強弱 都會來遷入防控這個部分 這次也確實引發了整個在中國的全個省市 有一部分人大家做一些哀悼的 譬如說這個是在北京的一個哀悼的部分 就有人問說 那這跟後面有什麼關係呢 就剛才其實胡錫進已經提到一部分了嘛 所謂激起這個所謂的白紙革命 那從烏魯木齊延燒出來的嗎 這個是聯合報的報導 那裡面就提到的就說了 烏魯木齊的這個事情 後來在上海的烏魯木齊中路 產生了這個所謂的追悼的集會 並且現場高喊了 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號 那有人就把它跟上一次 北京市通橋的抗議的標語連結起來 那裡面的口號甚至高喊到說 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 這個算是在中國大陸是很罕見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有提到說從25號開始到2627 透過像推特等境外的平台流通 在上海之外包括北京南京廣中 河北天津浙江江西 就是各省市甚至連像東北 這個吉林都有所謂的響應反風控的行動 而多數是由當地的大學生所發起 哭謊口號之外會舉起一張白紙作為象徵 所以被稱為白紙革命 那在外媒報導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那當然有人就提到說 其實跟1989年那個六四天 他們學以來 這樣子連續三天以上的 這樣的社會的一個串聯跟運動 其實是很罕見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年輕人出來舉了白紙 那我們這邊來請教一下老師 首先第一個 這個老師您認為跟烏魯木齊的 這個火災事件當中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蔓延的狀況 這個在自媒體的時代最大的特點 就是我可以去發布新聞 那同樣的我也可以去製造新聞 但是也一樣的很快的時間內 就會有新聞的真相 這就是自媒體時代的特點 就是說透過自媒體 你可以騙一些人於一些時候 甚至也可以騙所有的人於一些時候 但是沒有辦法騙所有的人於所有的時候 那假如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有關於這一次引發的一個重點 等一下引發的原因 我們再來做研究 這是引發的重點的烏魯木齊的 這一個小區 現在真相已經很清楚了 第一個 之所以進不去 是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 就像台灣一樣的很多的黃火像 開不進去一樣的島 第二個 所有的各地你可以看到 所有防控所準備的那些背板 那些東西一腳就可以踢開的 它從來不是固定的 第三個 那個小區是一個可以自由下樓活動的 低控制地區 吉祥市區 那當然有人拿了一個東西 也在網路上說 不對不對 吉祥市區是高風險區 是不同地區的吉祥市區 離烏魯木齊的沿點 也在新疆有300公里沿 因為我講自媒體的最大特點是 我可以馬上 不負責任把東西給鑽上去 它可以騙所有的人以意識 但是自媒體有一個優點 也很容易會被拆穿 對 所以你們發現 發展到現在為止 新疆這個故事 已經不再談了 對 我有發現這個問題 後來查都是在講 舉白紙的事情 而不是在講火災的事情 不能講嘛 這是一個公共安全事件 跟防疫造成的結果吧 更重要的 在這個視頻裡面出了一個聲音 淒慘的機叫聲 一個女生 很淒慘的機叫聲 那個馬上就被挑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在視頻那麼遠的地方 怎麼會錄到這麼清楚的聲音 這麼近的感覺 這麼清楚的 第二個 反正自媒體的特點是很多人很認真 其實當時就要找出來 那就是在幾個月前 呼和浩特 有一個抑郁症被轟控的女孩子 跳樓自殺的叫聲 所以他有拼湊起來 拼湊起來 那為什麼要拼湊 因為我故意要給你錯誤的信息 為什麼我明明是一個公共安全 我要把你講成是黃毅造成的 因為我故意要給你這個消息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經過了 這一個是一個引發點 而這個引發點就什麼樣子 最近就不再提了 因為是經不起考驗的引發點 但並不能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就淡化掉了 所以談這樣的一個事情上 第一個我們要明白的一個真相 第二個所有的群眾運動 這我的經驗裡告訴你 在一箱子之間 會出現一些很有秩序的 很秩序井然的 很有場面的安排 那絕對不是自發性的 請問這一幕不管是蠟燭 不管是手牌的 不管這一切 你覺得是臨時產生的嗎 這個至少這麼統一的 其實應該要有透過網路 或者是什麼樣去 某一種程度的操作才有辦法 但是他吸睛同樣的道理 不久這些真相都會出現 現在我們拉回來 我們看一個事情 先把一個真相 還有細節給提前 等一下我再告訴各位幾個細節 講這些事 絕對沒有任何的理由 去替任何的執政者 尤其北京的共產黨政府 來替代點支摸粉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很簡單 上有政策22條頒布了 下有對策 保我的官位是最重要的 層層加碼 那72小時測一次 那出問題我要負責 乾脆改24小時 那就是三分之一的 就是你抽三次的 幾個例子 這個裡面有沒有這些問題 還有第二個 整個的核酸檢測 如此密閩的情況下 忽然都還出來了 很多很多的核酸檢測公司 他是希望你多做 是希望你少做 多做啊 多做多賺 對對對 所以 人性的問題就在這裡出現 這個就上游政策 下游的對策 所以 要統治好這一個14億 極為巨大的國家 不只在於政策對不對 在於讓下面的對策 不能出狀況 這也是很明顯的 對策出狀況 及我的例子 我曾經從上海到了北京 到了某一區 我要辦check in的時候 幾乎不能辦 再跟他吵幾家來 我能上飛機就表示 我一切的健康嘛什麼 都沒有問題 好 那為什麼 會吵幾家來 因為他說 在這一區 你的中心已經要跳窗了 那怎麼辦呢 我最後把我送去 再隔離八天 蛤 那你說你氣不氣 你急不急 你火大不火大 最後七龍八龍 七搞八搞 最後呢 我就不住那一區 我就換另外一個區 因為這一區可能政府機關什麼比較多 所以他要求的嚴格 我到那個區 沒事了 我就可以住在那個區 查多久 五分鐘的車程 就這樣隔壁而已 所以 像透過這樣間 你爽不爽 不爽 在隔離的時候 隔離酒店 隔離酒店有兩種 一種是酒店出租出去 做隔離酒店 那員長還是酒店的員工在管理 只是這個衛生單位 這個來負責某些部 這跟台灣防禦旅館的模式是一樣 但是他有衛生單位的人 有衛生單位在進駐 另外一種是 整個是交給衛生單位去管理 那第二種 你就完蛋了 你住在那個旅館裡 切什麼沒什麼 反正我給你這個就是給你這個 我去了兩次 住了兩個不同的旅館 住了第一種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出了第二種 這個沒有那個沒有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因為他完全按照他的規案的標準 就是因為他是官員嘛 對 那你這個時候你爽不爽 也會不爽 因為比較出來的 落差太大 這叫人性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次不爽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空空最好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 2020年的4月5月份 武漢開始解封之後 全國大概就各次陸續解封 一直到了2022年 就是阿米克隆啊 開始患難的時候啊 4月份5月份開始 尤其從上海開始之後啊 這個香港的力度就怎麼樣子 就加大 增加了很多 也因此啊 我本來想去中國大陸的行程 一改再改啊 一變再變 不管怎麼說 先不了 整個的經濟進步了 GDP雖然是不好 但是比起其他國家還是好的 出口值也增加了 看起來數字啊 是蠻漂亮的 可是對多數的普羅大眾講起來 跟他無關 誰受苦啦 要開小店的 開不下去啦 要出外打工的 沒地方工作啦 要送外送的 他出不去啦 就相當都屬於打工階級 相當都屬於自我營生階級 因為你轟他三天 這樣就少三天收日嘛 對 你轟他一個 他少一個月收日嘛 我可以配合你 但是配合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 人性會來喊出抗議要求嘴峰 合不合理 很合理 因為受不了了 因為這隱身相關已經失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去批評 或者去指責 這是不通的 你同理心想一想 所以講到這裡 那我就要 講到我的第一段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這叫人性跟現實 石家莊當時就接收了22條之後啊 在還有一些確診病例產生 但是數量不多的時候 石家莊就宣布 嘴峰 全部嘴峰 第二天開始 全部嘴峰了 所有的核酸檢測點 測啦 除了在很多 在幾個少數的場所才要求 要核酸測 其他全部嘴峰了 結果嘴峰的結果出現 很有趣 你知道這個事嗎 有 有看到 結果嘴峰的結果是 石家莊不敢出門 對 因為大家害怕被感染 學生一般50個人 48個請假 頭痛啊 腳痛啊 反正找個理由 全部請假就有兩個人 那家長呢 也不出門 石家莊的街道啊 比封城的時候有沒有 還乾淨 那石家莊的反應就是什麼 你什麼意思嘛 你政府 政府你到底負不責任嘛 你什麼負責任嘛 第二個 怎麼被我們石家莊當 實驗品啊 當白老鼠啊 石家莊以外的人 心目啊 應該像你們石家莊這樣子 人性 現實跟人性 他們會站出來 也是基於現實 會有恐懼 也是基於人性 所以所有贊成這樣活動 而出來呼喊的朋友 你的心情 大家要同理心 但是你們的講話 也應該要有注意 幾個例子 死了有什麼關係 就仁慈了 別的國家死了多少 又怎麼樣子 你去看看 那個世界杯 足球賽 幾萬個人在場 沒有人戴口罩 沒事嘛 因為這一次傷害最大的是兩種人 對 一種是幼兒 一種是老年人 這兩個人 不會到世界杯足球場機 講這些話的時候 就是說 我今天我要求 香港要解除 這個權力是對的 而且 政府也應該好好的面對 為什麼我22點下了之後 還會被 人家這樣的抗議 Something wrong 出在哪裡 所以不能一口就咬定 那是有什麼 對 一樣的道理 也不要為了你站出來 你以為你戰績的道德的正當性 收了不服責 比如說 坦平了 坦平就會有死亡 人家說 那像美國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沒有辦法就死亡 那有一天 假如這個死亡人士 也到了中國大陸 不能承受 甚至有自己的親朋好友 在這裡面的時候 你今天手講的話 要不要收回 這就是我講 人性跟現實 應該好好解釋好這件事 但不要把自己站在這一頭 就以為自己 取得了原理的正當性 或許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來談論的 就是 人性跟現實的問題 是 這些人底層的生活沒有照顧到 或是他看不到明天 我今天被判刑 我還知道說 三年 兩年 三個月 我清楚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家 對 但是當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生活在恐懼中 而我的存款一天天減少 我的收入我是看不到 你說他急不急 會啊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風 什麼空 所以不要對這些人 輕易的指責 在那裡爭取的人 也不要以為 你自己站到了 道德的至高點 好 等一下我還會再講其他 這是第一個 給大家思考的地方 是 所以 現在這個老師有提到說 站出來的人 你說他不對嗎 他有情緒在 但是說一味批判也不是 你也不能說 都通通裝裝 沒事都是 別人來煽動 這個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 因為大家在提這個 剛才有講到 就是前面是有一些情緒在 但是 當他變成一個政治口號的時候 比如說 提到習近平下來 共產黨下來 就會有人說 那這個是不是連結太多呢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胡錫進其實對這件事情 有做一些討論跟發言 他寫了一個微博 在11月28號的時候 他其實提到 隨著防疫成本越來越高 感染者清理越來越難 大家期待調整和正在發生 正在到來 其實就是剛才老師有提到的 那最後他說他也要呼籲政府 在重大問題上要堅決走群眾路線 事情越是棘手難辦 越要傾聽民眾呼聲 越要用實際行動保持和社會的信心和團結 在我們國家還是中國 黨和政府還有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要讓這一種一致 不斷在具體的事務上得到體現 防止有些地方的做法 違逆了群眾的呼喊來 所以群眾是有呼喊 其實剛才老師也有提到 群眾是有呼喊 但是這個呼喊 是什麼樣的性質 怎麼樣子去引導 這就是關鍵對不對老師 所以站在台灣的角度 全世界的角度來看一個問題 第一個共產黨怎麼處理這件事 第二個共產黨怎麼回應這件事 處理跟回應 就如同當時這個新冠疫情衝擊武漢的時候 全世界都在看 你們怎麼處理怎麼回應 在那第一段裡面是贏得掌聲的 對不對 在現在裡面出現了人民走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處理怎麼回應 現在所有的人都在期待一些 所有的緩和團體 出手啊出手啊打下去啊 你看台灣的報紙 台灣的學法不就是一副準備 就好像在香港一樣啊 不會的 因為這只是一個社會的騷動 這個不是一個掙錢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價值被挑戰的問題 這是一個政策被挑戰 不是一個價值被挑戰 當政策被挑戰 有那麼嚴重嗎 同樣的道理 有那麼嚴重到 因為香港的一個防疫政策 所以領導人要下台 然後自政黨要下台嗎 你覺得這樣會有共鳴嗎 可能不太容易 這個會贏得媒體的標題 不容易贏得的民心 我今天可以大膽的這樣講 標題很好啊 尤其各種緩和緩共的團體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舉綠媒 最有名三立電視台 他們其實這現在是台灣不少媒體 普遍用的標題 比如說白紙革命 野火燒 習權威 來加個revolution 這樣子 這是他們要看到的嘛 是 再過來 好像這一次 唯一鎮壓的題目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叫VBC的記者號稱被逮了 然後放了 好像除了這個 你也看不到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 在網上自媒體自己在細數的故事 很抱歉 沒有經過證實的 在自媒體的第一段裡 請你先看一下再說 那VBC這個事情又代表了什麼呢 假如把VBC長期以來的態度 又代表了什麼呢 你可以看路透視用的這一張 我就幾個例子 路透視用的這一張照片 你點一點多少人 他一定不會旁邊有人他不拍的 哈哈 這邊應該是沒人 因為這邊是河岸的 在這邊 假如這邊有人 他不會只拍到這裡 他會把鏡頭再往後退嘛 這邊大概 我認為大概二十來個人 鏡頭他繞到這裡 現在可是呢 這路透視就花給全世界 北京幾百次抗議的民眾 全部是鏡頭上 但路透視西方的媒體是一個態度 但是人民站出來就必須要面對 是 人家怎麼來操縱我們 我們要有智慧去化解操縱 但我們必須面對出來的附生 我想這樣的態度會比較是健康的 你只要看什麼叫路透視 什麼叫BBC 什麼叫美國之音 什麼叫...這些... CNN 不管什麼NNN A B C D B C 都一樣的道理 你只要去看 昨天的白宮記者會 你就發現 所有的外媒記者 都鎖定 中國的這一件事情 然後不斷的就在問美國說 要不要甘利啊 你要不要表態啊 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你要表態 結果 美國的表態 讓他們有點失望 美國支持人民有表達的自由 第二個 美國不會表態 因為這是一個政策問題 不是一個價值問題 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怎麼表態 這樣可以表態的話 那美國一天到晚的示威有沒有 對 怎麼表態 可是 希望看到這一幕 建立信息 這種事 既然中國大陸會發生 太美妙了 你要回去看他們自己的 他就發現 這個叫小兒科 其實講到這個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這種集會 其實我們前面剛才也有 也有給大家看一篇新聞 有說這種集會 其實在中國大陸 是蠻常發生的 只是說 現在有一個關鍵是說 老師 這一次出來的 很多是學生啊 那我們知道 過去防控三年 在中國大陸全世界最嚴格嘛 當然對於底層老百姓 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譬如說我們 就有觀眾朋友 廣中的朋友 call in給我 那他就說 他們真的經濟不是很好 那店家開張不到一個月 就倒閉 常常在換店家 甚至有時候 空置這樣的狀況 所以底層 確實不好 那底層不好 但是走出來的 卻是大學生 這個落差你怎麼去看 不不不 應該是這樣子來說 一個學生 對社會沒有反應 這個國家太可怕了 台灣的學生 常常對於 事情有時候 是選擇性反應 不管 就是說一個年輕人的血汗熱情 對於社會所出現的聲音 而不表態 這個社會 這一個國家太沒有希望 OK 年輕人很重要 這本來就應該 所以對待年輕人的態度 更是要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待 不是那你們都不讀書 這個是不通的 我印象很深 在上海封城的時候 曾經我看了一位台灣去遊學的女同學 所寫的一個紀錄 感受很深 所以有潛力的人 要真的都聽聽群眾的聲音 你才會抓到那個微妙的心理 他那些參加志工 學校被轟手 他參加志工 他來幫助同學 幫助台灣去的同學 然後在宿舍幫大家發動去什麼 願意當志工的同學 他表示對這個香港 他是支持的 而且應該幫忙大家來度過這個難關 一個禮拜過去了 兩個禮拜過去了 三個禮拜過去了 他不曉得什麼時候 學校這個門可以打開 他的心情發生變化 他開始在這個事情上 從一個積極的熱情的投入者 到充滿了焦慮的 開始懷疑的 甚至開始的 負面印象 對執政負面印象的想法 就會產生 所以不要忘記 我們都生活在各個四周 學生每天是生活在 共同的集體 各位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你就不會覺得很奇特 而且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更能夠體會 當三不五十就被封控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我會不會被封控 三不五十就要被封控 那種突如其來的自由被限制 然後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解除 這樣子的心理 或許一次OK 兩次OK 長一點受不了 這人性 所以你注意看說 從2020年的事業 到2022年的事業 將近兩年的時間 所以阿米克羅沒有出來以前 是 基本上是OK 就短短的這幾個月 為了要動態清零 那各位講 那動態清零對與不對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 再來討論一下 客觀跟主觀的問題 了解 所以其實面對學生 並沒有這麼樣的洪水猛充 因為有一些聲音是說 學生已經被煽動了 但是從剛剛老師的一個分析來講 其實學生關心明末 關心社會的重大事件 還有包括提到 志工我在做 越做越久 其實到底何時是結束 我覺得人會焦慮 是對前途 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不可知 不可知其實是人類最大的教育 人類其實不怕未知的危險 乏害怕是沒有前途的未來 所以我就講 就是說 現在的洪共成為 什麼時候被洪 我不知道 我規劃明天要去開的店有沒有 不行啦 我規劃明天一個禮拜的收入 可以看什麼的 不見了 那什麼時候結束 也不知道 從人的角度 我們可以體會出這一些事 但是事情上 永遠都不是只有一個角度 所以還可以另外一些角度再來思考 關於這個示威 確實在社會的這個控制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邊人就 這個人數就更多 對對對 那這個的話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是香港01的報導 它引用了德國智庫的說法 示威暫時在接受決心 但是這個情緒還是在擴大當中 這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篇報導 這篇報導它其實有提到 這個官方很快的 當然它使用鎮壓這個字 就是說不讓你去發聲 那未來幾天 示威將暫時在接手消失 但是這不滿情緒依然存在 甚至可能會擴大 這個是由這個 這個MERICS 這是一個德國的智庫 那它是裡面 它這個叫做狐密空 它大概是一個對華的一個研究的專家 在德國部分 它的接受訪問 它有提到 西方以為示威在中國是十分罕見 但事實上中國是天天有示威 上週末的示威者來自社會不同階層 動作協調一致 這點在中國確實是少見 也就是其實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示威其實也不是那麼少見 但是比較大的它點出一個狀況是說 不同階層但是大家一致 所以剛剛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它就不僅僅是學生了 它可能當然主力可能還是學生 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的民眾加入到這裡面 民間不滿的情緒也仍在 未來數個心情可能還會擴大 那另外政府應對民眾不滿的情緒 推出的放寬防疫限制和加速接種等新措施 是否成功仍有待觀察 也就是做出一些調整 那最後他也提到 事實上包括像是這個德國的特里爾大學的專家 像古斯廷 他就說其實思維的核心訴求 是抗議嚴苛的封城政策 跟剛剛老師提到的是一樣的 不過示威者也會應該會發現 出於體制的問題 幹部上級非清零不可的指示 而承受巨大壓力 只好將壓力轉嫁給人民 就剛才講的層層加碼的部分 那當然是不是會上升到對體制的問題呢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說 習近平要下台這樣的說法 他可能有一部分轉嫁 老師你怎麼看這個外媒的這樣分析跟評價 基本上外媒看到這件事情 以其說他同理心的看中國的問題 不如說他們心懷興奮的在看這一件事情 因為什麼 終於我等到了 你們不是講你們黃毅有多好 原來你們黃毅的好的背後是這個樣子 這麼多人跑出來了 對 事實上從中國的人口來看 這個實在不是多少人 然後很多人講 這是首次就是幹什麼 是的 外國媒體也說 因為他們過去也常報導 說每年在中國裡面有幾萬 十幾萬的世衛活動 只是沒有被報導而已 假如從這個來看 這也不過是當中的一項 但是鎮壓顯然這幾天下來 沒有看到鎮壓 什麼叫鎮壓 那就看看西方的街頭運動是怎麼鎮壓 那個才叫鎮壓 武警跟甚至動手 你有看到嗎 要是有的話你不用報 自媒體還有西方的媒體 就會認真幫你報了 主要目前看起來 還是以當地在地的派出所警察 不只 而且基本上就是用關係之間 不斷的在紓解紓解紓解 這個叫鎮壓 那這個叫鎮壓 那你們那個叫什麼 西方那個在街頭上那個叫 像黃背心那一種 不只黃背心 每一個國家西方的鎮壓檢查出來 有科技過的嗎 因為不一樣 中國人是官 是父母官 父母官怎麼可以對孩子動手 西方不一樣 西方我是潛力的執行者 公權力 公權力 我對你動手合情合理 所以什麼叫父母官 父母上什麼都要管嘛 所以石家莊說 你怎麼可以不管我 另外你怎麼可以管那麼多 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用一個比較理性冷靜的角度來看他 那我們用同理性的角度來看他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當然這後面有很多的貓膩 等一下貓膩我再講給你 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來看看 客觀跟主觀上的一個因素就擺在這裡 動態清零到底對不對 從科學的角度 從中國承擔社會責任的角度 承擔世界的角度 您覺得清零 只是為了顯示共產黨的統治權威而已嗎 現在會把抗議找到一個對體制的挑戰 就是認為你共產黨就是用動態清零 用封城來顯示你的權威 我了解老師的意思了 你懂吧 所以我要打破你這個權威 那請問清零是為了顯示共產黨統治的權威 或是要解決疫情的問題 解決疫情的問題 只是大家手法上或有不同 是吧 上有政策下有對是搞得出的狀況 這個都是市值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情境裡 我們來看 當14億的人口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 給各位算一算 這叫客觀跟主觀的感受 沒有發生的事我們都不覺得怎麼樣 我們就以一國兩制的香港 還有跟中國大陸體制完全不一樣的台灣 OK 那港台把它合在一起算 好 那你就發現 這是我拿到是26號以前的 那就是說 七天來 香港的連續死亡人數是12例 台灣是43例 合起來是55例 確診 香港是8874例 那台灣呢 是13245例 合起來是2219例 所以這兩邊的合起來的人口 將近差不多3150萬 那我們把比例稍微算一下 死亡的比例是0.025% 入患率就是說每天確診率 大概是0.07% 然後呢每一年這樣算起來累積下來 每年的確診率大概是26% 好 那這些看起來不大嘛 全部要忘記 當乘上14億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數字 26%乘上14億 那是很驚人的數字 會達到98萬 一天98萬人開來 一天98萬 死亡呢 一天2450人 365天下來會多少人 你覺得 中國大陸 社會承受得起這個數字嗎 那數字看起來就會非常驚人 這叫客觀 是 也就是說 一個 就會造成一種公眾上的恐懼跟壓力 何止 連你社會的穩定都出問題 而且 對死亡 我們中國人跟西方的概念是不一樣 這倒是真的 我們是養生送死 對 西方很簡單 死了就趕快 三天後就哪裡 辦個活動 就 因為他回到上帝身 那就燒了 與上帝同在 對 那我們不要擔心 因為將來我們還會在上帝那裡再見面 是 可是中國人對死的儀式跟碎死的尊重 一樣嗎 對 死亡對西方 西方是一個不幸 我必須面對 中國人必須探究這個不幸從哪裡 在西方的老年人死亡 那弱勢的老年人死就是了 是 然後在養老院死 本來就老年人在那裡 就是等著最後的一天 這件事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 當時義大利 就是第一時間 歐洲 是最嚴重的一些國家之一 當時他們是直接就放棄了養老院跟老人家 然後他們呼籲把醫療資源留給年輕人 當時我看到我是蠻傻眼的 不 在亞洲的社會 中國的社會你接受不了 好 中國的社會再怎麼窮 你看很多人要把父母親放到養老院去 是什麼 是老人家講 不不不 是我自己要去的 因為很怕被放到養老院是不孝 在西方裡面放老年人到養老院最後送中 這是人生的一個經過 在中國來講要去解釋的 老人家說 爸爸我這樣不讓他執女負擔 然後執女說 哎呀沒辦法 都是爸爸媽媽說非聚不可 你不是聽到是這樣子嗎 所以當死亡是自己的親人父母親的時候 在西方跟在東方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是 艾米克隆的死亡最大的會是誰 幼兒跟年紀大的老年人 尤其是肉侍的老年人 但是中國人有一個特點 再怎麼肉侍啊 養生送死是很尊敬的 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過 當有一天這樣子的死亡人士 就是死亡學校的就是說 每年會有89萬 將近90萬的死亡人士會產生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社會會怎麼樣 假如我們就輕易的把它給放棄清零 不要忘記它是14億人口的國家 是 OK我這樣講很理性 有道理 可是等一下我要再告訴你 這個世界假如只有理性的話 那問題就太好解決了 對就不會有理性風暴 對 就太好解決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面對這些理性的時候 我就要講一個故事 給大家做參考 這是我最近常常喜歡講的故事 就是魏晶的故事 你想要魏晶怎麼跟這個事情 你可以扯在一堆 魏晶是1908年日本人 10年幾秒他發明的 他都從海帶海草去萃起那個鮮度 創造了人類最好的口感 師傅搞得三天三夜的高湯有沒有 他媽清水就把你變鮮湯了 那時候這個師傅說 我那出幾波不如撩瓢 直接加進去 因為鮮度這個其實是人類的另外一個味覺 對 酸甜苦咸之外的那個味道 是是 所以呢 古安酸辣嘛 這是DNC的古安酸辣 很好 大家都開始用 結果有兩個美國醫生 就互相開個玩笑 說我們有沒有辦法 寫一篇胡說八道的東西 投稿到醫學專門雜誌 在英格蘭醫學期刊 看到我們兩個打賭 我們亂寫 然後弄個冰 看會不會登 結果兩個打賭 有一個醫生 就用ロット教授的名義 寫了一封信給英格蘭醫學期刊 他說說 我每次去中國餐館吃完以後回家 總是可口 難受 華麗 什麼等等 我想一想 一定是中國餐館都用了未經的原因 好 然後呢 這一邊胡說八道的東西 完全沒有人 就把他給登出來了 登出來了他覺得很好 就在一邊 兩邊三邊追加 然後還有很多人就開始共同討論這個問題 另外那個醫生說絕對不對 這是我們兩個胡說八道的東西 他說去告訴這個期間 這個期間不接受 能量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逼得WHO出來宣佈 說前面的結果 對人體基本上是無害的 但是呢 每天不要超過多少量 不超過多少 無害不超過多少 那顯然還是有問題 還是鬧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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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得很大 其中有一家最好玩的 就是 荷蘭呢 有一家叫做 蓮花味精 是中國大陸佔45%市場的蓮花味精 因為受這個影響最後垮掉了 沒有人敢買啊 WHO覺得不對啊 所以又分別兩次 最後一次就是 2005年 也總共有三次 後面這兩次 是明白的說 味精對人體一點妨礙都沒有 你要吃多少 就吃多少 沒事 科學已經證明了 因為 它是自然的萃及物 對 果然酸的自然的萃及物 沒事就沒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味精有問題 可是人類還是要簡單的調味啊 所以又有什麼積粉啊 什麼就出現了 嗯嗯嗯 你回去去買一包積粉看看 上面一定有東西 果然酸啊 一定要加果然酸啊 因為那個就是引發先度味覺的 而且還要求 不得少於35 為什麼 因為這個果然酸的越多啊 其他的添加物就越少 所以最少有35% 好 那我現在就問你兩個問題 我現在有兩盤菜 放在你前面都一樣 一盤告訴你這個有味精 一盤告訴你沒有味精 你會挑哪一盤 沒有味精的 你會挑沒有味精的 了選 對不對 好我再問你 現在呢 只能兩包你拿走一包 一包是普通的味精 一包是所謂的雞粉 有沒有雞精 那你會拿走哪一包 一定拿雞粉 我幫大家說出心聲 理性很簡單嘛 對 你的選擇是什麼 選擇的基礎是因為我們 對於未數未精的印象 是他對人有害 OK 所以假如你就了解 談這個問題 我昨天看了魏建委的記者發布會 這從以前在哪裡 在烏魯木齊發生事情的時候 真是 不知道怎麼跟社會溝通 是 這不是科學問題啊 就好像我剛才講了 那麼多的理性的數字給你聽有沒有 對 那因為聽完以後 這些人就回家了 有道理 我自己回去被關起來 哈哈 他當然想出來啊 不會嗎 不可能 不會嘛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個理性的問題 假如你沒有同理心 沒有感性的係數 你就不容易抓到 這一個情形問題的key 是在什麼地方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 政治上最難的地方 因為政治治理並不單純是科學 其實舉個例子好了 前陣子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為了這個水門的SOP啊 大家不是吵架嗎 那當時陳時中說 我在的話我就不關水門 當然被很多人批判 可是為什麼他提出這個 也有些人支持他 除了政黨色彩之外 另外就有些人認為說 我知道關水門 但是你可以讓我舒服一點 你多跟我溝通 所以最後柯文哲還是做了調整 以後會強盡通知 會有更多的 然後而且還有補償 實際上如果照SOP 照法律規範 你自己不開走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車壞了 那你自己要負責 但是台北市政府 還是做了一些安慰 我覺得這就是政治最難的地方 它並不單只是科學 而它還要再牽涉到 人心人情 還有這個情緒的處理 這就是為什麼我講 對這些人情朋友 對這些出來的人 不要去輕易的去攻擊 要同理心 也不是只有科學的說服 但是請各位不要忘記 轟控的目的 不是為了展現 共產黨的統治權威 轟控的目的 是因為背後 有中國的醫療體制承受不起 剛才我練的那一段的書 中國的社會文化 承受不起每年幾十萬人 近百萬人的死亡 承受不起 承受不起 每天九十八萬個人的 確診的醫療承受力 也承受不起 這些確診政府無能為力 讓他們數字台灣變成 希望所謂的皇后 所以我們不負責任 所以在武漢封城的時候 我很大膽的講了一段話 我說中國人盡了一個 世界公民的責任 把百分之八十的激情 轟控在中國裡 世界只有百分之二十 把百分之八十又轟控在湖北省 又把百分之八十 轟控在武漢 武漢付出的最多的代價 保住了湖北 湖北付出的最大的代價 保住了中國 中國付出最大的代價 保住了世界 所以甩鍋給中國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火大就是這樣 一個負責任被你這樣說 今天我們的說法也是如此 但是顯然在處理的問題上 是需要到面對面對的時候 OK 我講完的這一些 我相信我的目的不是在說什麼 我的目的是希望所有有機會 來觀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帶領大家從某一些角度 來思考你看到的同樣的一個畫面 這個可能是更重要 那最後我想跟各位講一下 我說群眾的自發 那麼有人會不會見諷插針 會 絕對會 我不要講說他們事先做好準備 但我保證有人會見諷插針 否則怎麼會冒出習近平下台 共產黨下台 然後這個聲音錄也不過是幾次 但是這個聲音就透過不斷的在傳播 這剛才我講的 題目一開始我講的 烏魯木齊的這一個公共安全的事件 就轉換成為這個防疫的事件 這等等都有人在做 我只是很奇怪 因為我不太懂 我喜歡拿問題問大家 為什麼上海這一個 就發生在烏魯木齊路的中段 然後距離美國的領事館 六百公尺 這個亮馬橋附近 亮馬橋附近剛好是大使館區 紀錄美國大使館也差不多一千公尺 整個都是大使館區 為什麼地點會在這些地方 然後成都也起來了 可是一下子就消失了 這些起來了之後 好像有擴大的趨勢 因為成都的總領事館關門了 各位 我只是提供給你思考 我沒有下結論 第二個 我要想練一段話給各位聽 就是歐巴馬在史丹佛大學 上個月或是上兩個月的演講 這個演講裡面的題目是 分享美國影響他國議論的經驗 歐巴馬是這樣說的 你只要用垃圾的信息 攪亂了一個國家的議論場 提出足夠的問題 散布足夠的謠言 逐日足夠的陰謀論 讓這些國家的公民 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一旦他們自己對自己的領導人 失去了信任 不再相信主流的媒體 不再相信政府機構 人與人之間 不再相互相信 不再相信會有真理 我們就贏了 這一篇的題目叫做 分享美國影響他國議論的經驗 演講人 誰認的總統 歐巴馬 地點 史丹夫大學 我想用這一段 來給各位做一個今天的助腳 老師今天把我們做了一個滿全面的剖析 從到底他的性質是什麼 那他的這個參與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都做了相當全面的分析 那最後一分鐘就一個問題問老師吧 是 老師那防疫政策會不會調整 那他會放鬆嗎 會有退場嗎 還是會有怎麼樣 那時間地點什麼 你可不可以大概把我們 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但是一切大概不會超過22條的範圍 因為22條的範圍蠻寬的 寬可寬 井可井 講實在話的 就像石家莊馬上可以解封 也可以像有些地方 還是家井的不斷的在封控 所以在這裡就是我剛才講 全世界正在看 中國共產黨在宣稱 統治績效創造奇蹟的時候 所有人也正在看 怎麼處理這一次的民怨 真的可以叫民怨 什麼去因應你的防控的政策 全世界都在看 也是再一次的展現 你的統治的效力跟能力 取得了統治正當性合理性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老師 那最後要請大家幫我們加入會員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可以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或者是在線下日益JPayPal之保 讓我們有更多的贊助 今天互來座談 誰來座談 感謝李森鳳老師在跟我們大家談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了 不要錯過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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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過了 也挺可怕 是 他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